新东协新商机 新南向新希望 看见新东协节目 带您前进新兴市场 探究东南亚国家的经贸现况 与未来发展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叶思敏 今天节目我们要带您来关心 新冠肺炎肆虐 冲击东协国家的产业运作 其中中国在东协智力发展的 一带一路大型计划 也会因为人力物力受影响 让工程的进度也会受到冲击 其中包括了印尼的亚万高铁 又或是泰国的中泰高铁工程 受到疫情的冲击 都是一度的面临停摆的 恐怕也会影响到 中国大陆和东协国家的 经贸往来关系 而进一步影响台商在当地的布局 怎么说呢 专家分析了 中国如果顺利在东协国家 布局一带一路的计划 将有助于提升东南亚国家 相对它比较落后的基础设施 和当地的一个交通状况 我们就以印尼来举例好了 当地拥有上万个岛屿 如果说今天整个高铁 或者是它的铁路交通 因着一带一路的计划 而热络了起来 才有利于台湾的厂商 包括了电商 又或是贸易商 这些需要运输的这些厂商 在当地做商品的进出口 不过友好 当然也会有特别要担心的部分 专家就分析了 如果说今天中国大陆 和印尼的关系太过于密切 中国就可能会扶植东协的供应链 并且以低价来取代台湾的商品 印尼当地的台商就告诉我们说 最直接冲击的 就是台厂在当地智力发展的 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了五金类 或者是汽车类等等 这些专门为日式品牌 做服务的这些台商 都可能会受到高度的竞争威胁 而其他的影响当然还有 短期来说可能我们比较看不到 但是长期来看 中国还有可能在东协制定 属于它的中国商品标准认证规格 虽然说目前东协国家 很多的国家都还比较是以欧规为主 但是很难说 在这个中国和东协国家 关系越来越密切之际 它有可能未来就会制定 属于中国的商品认证规格 将会不利于台厂的商品输往当地 因为规格就会已经不一样了 因此台商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产业的升级 我们必须提升自己的 台商的全球竞争力 才有可能面对全球的竞争 今天透过节目 我们要带您来看到 中国和东协国家的关系 将会如何影响台商 在东南亚市场的经贸布局 新冠肺炎冲击印尼 当地疫情升温 每日确诊人数动辄破千人 当地许多店家面临倒闭 预估上百万人陷入贫穷 不只小商家受冲击 印尼大型工程亚万高铁 西城由中资资金溢注 是中国发展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 原本预计2021年完工 恐怕得持续延宕 我们是万绒十二线城市 那再加上三线城市 像金银这一方面 这些跟最近在金银 和明年初呢 他们都最近会开通的 那这些产业呢 很多传统产业的 他们的经济改 所以在这种进出方面 会更快 为促进经济发展 总统左科威自连任之后 就祭出各种政策 吸引外资到当地投资 这次受疫情冲击 再加大力道 我们想要工作 第一是 事实上立场篇中的左科威 跟中国的关系 和东协多国比较 相对友好 在印尼当地 即使经常遭受反对派抨击 2017年时 还是坚持亲自飞到北京 参与由中国举办的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并和中国正式签约 贷款换算新台币 1360亿元 新建东南亚第一条高铁 亚万高铁 整体来看 中国对东协在近年 投资不断增加 统计至2020年第一季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 投资年成长11.7% 贸易额增长3.2% 让东协国家 首次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 我们同意继续把互联互通 作为重点合作领域 努力连接路上通道 海上港口 打造陆海通达 两亿齐飞的基础设施 联通网络 只不过疫情无常 让中国在东协的 一带一路计划 引渡全面停摆 再加上印尼失业率 暴增至700万人 引发当地中国工人 抢工作的不满声浪 让中印尼未来经贸关系 再度紧张 这个排华的部分 我想是一个更生地步 那如果说在排华的部分的话 它的这个当地的政府 可以协助解决 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情况底下 我想这样子以后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 机会应该是一个正向的 专家分析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 如果顺利施行 可有效提升印尼落后的基础政策 降低运输成本 提升便利性 有利台商在当地做生意 其中对电商 贸易商 纺织等产业最有帮助 如果说这一块的速度 如果能更快的 有建成的部分的话 我想印尼在台商的 这个进展的机会 会比较大一点 印尼所有的物流公司 背后都是庞大的资金 创投在支持 在推动 这代表什么 他们每一年进步的幅度 都超过你的想象 其他中国在东协的 一带一路建设 还有泰国政府 在2014年宣布的重点项目 中泰高铁 全长约250公里 计划将中国南部昆明 至辽国 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地连接起来 受疫情冲击 只能暂停 另外像是中国在柬埔寨 新建的一座电厂 受疫情冲击 也无法按计划 在五月运转 中国和东协 经济合作暂时停摆 一方面 却也让部分台商 松了一口气 要怕会被取材的 是在于这个 中文大陆的移情 比如说汽车 这些交通的工具 这些 因为他们呢 打的是一种 比较低消费的东西 那他们过来以后 马上会 把台商在这一块 移情内的 影响到他们做 日本系列的 这一条楼 这方面 以转期经济面来看 中国和东协国家关系 一旦过于密切 对中小型台厂 冲击不大 但长远来看 中国可能扶植 东协供应链 以低价取代 台厂产品 甚至逐步制定 中国商品标准 认证规格 不利未来台湾商品 输往东协国家 东协随着近年 经济壮大崛起 也成为中国发展 一带一路和经贸发展的 重点国家 台商在当地 产业发展 可因此受贿 但要维持竞争力 就得确保 产业再升级 欢迎新闻 宋军一夜市民台北 采访报道 好的 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 其实才会看到镜头 所以说新加坡 现在决定要解散国会 提前在7月10号 举行大选 这边我们邀请到立山来 带我们了解目前新加坡的大选进度 对 新加坡宪法规定 本届国会最晚必须在明年1月解散 并在4月期限前大选 但目前看来疫情不会这么快结束 所以提前办 不过这场选战也再度让第一家族 李氏兄弟的恩怨摊在阳光下 因为总理李显龙弟弟李显阳 先是高调宣布加入反对党 后来又表态不参选 是因为他相信新加坡不需要另外一个姓李的 更说新加坡领袖不该只是一个家族或是一人 李显阳也说了政治权力不是他的终极目标 而是希望他自己能变成改革的催化剂 对于这一番说法 李显龙是低调处理 说弟弟加入哪一个政党 是他身为公民的权利 大选无关家庭纠纷 而是关系新加坡的未来 其实李氏兄弟会反目 是因为当时两人在吵到底要不要拆除父亲李光耀的故居 双方更因此对不公堂 后来李显阳更多次批评哥哥李显龙带领的执政党 人民行动党已经失去方向 甚至还好几度表态支持 去年才成立 而且还是人民行动党前党员陈青木 创立的反对党新加坡前进党 李显阳也已经在上周入党成为一份子 好的其实呢这次新加坡的国会大选也是一场世代交替的大选 这部分我们也请立山来带我们了解 好这次国会大选有关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世代交替 第三代领导人总理李显龙会交棒给第四代的领导人 由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接下重担 而且这一次执政党会推派27名新人参选比历届都还要多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参选人就占了快一半 达10人哦 其中还包括新加坡陆海空三军第一位女性将官严小芳 好的新加坡即将提前国会大选 在7月10号投票 由国民选出93个国会议席 总理李显龙以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的身份 发表了竞选的宣言 坦言这次的大选将会是一场硬仗 二日前加入反对党的胞弟李显龙 则是和反对党走访基层 向兄弟俩打对台备受瞩目 详细情形我们带你了解 新加坡国会大选在即 总理李显龙以执政党 决民行动党秘书长的身份 发表竞选宣言 他以守护生命保障工作 共冲未来12次催票 要选民力挺 不过他喊言这次的大选将会是一场硬仗 他喊话下届政府将会携手人民解决危机 包括重启经济 推动转型 以及保障新加坡人和移工安全 与此同时 李显龙的胞弟李显阳 之前加入反对党 新加坡前进党后 进来走访基层 外界关心他是否参选 他强调还没有决定 不过他也说 不认为自己有明星效应 可以拉抬选情 只希望能够透过行动 要选民勇于表达立场 而这场选举也攸关 执政党的世代交替 执政党约20名国会议员不参选 并推派27名新人参选 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比历届大选还要多 其中有10名女性参选人 包括新加坡首位女准将 严小芳 为了抢救饱受重创的经济 全球正逐步放宽防疫措施 陆续迈向解封之路 但是疫情也因此伺机而动 恐怕引爆全球多国 二次感染的几率 更多细节广告会来 我们带你了解 为了抢救饱受重创的经济 全球正逐步放宽 它的防疫措施 陆续地迈向了解封之路 但是疫情也因此刺激而动 让人类再度笼罩 卷土重来的疫情之下 而目前确诊人数最高的国家 除了欧美之外 就是印度了 当地的确诊人数 目前已经突破了 60万人 近日的单日确诊人数 还一度的是突破了万人 但是为了拯救当地的经济颓势 当地的政府 莫迪政府还是坚持 要放关它的解封措施 我们就带你来看到 目前印度从7月1日 开始生效的 第二阶段的指导方针 它将会扩大疫情严重 管制区以外的各项活动 将会允许国内的 包括了航空的运输 又或是旅客列车的运作 而紧接着第二阶段的解封 还会再扩大它的服务 包括了国际航班的部分 将会根据不同的个案 来允许批准去运行 而另一方面包括了宵禁的时间 也带你来看到 将会缩短一个小时 从晚间的10点到隔天凌晨5点 而东南亚国家的部分 我们也特别来带您关心到另一个国家 是印尼这个地方 近期的单日确诊人数 动辄破千人 累计它的确诊人数 也已经来到了5万例左右 疫情非常的严峻 当地政府也是一样 坚持要去施行解封的措施 包括了从首都雅加达开始 率先启动 让各大通勤的车站 一下子就涌入了很多的人潮 而且到处都可以看到管制人流的军警 而总统左柯威也动员了 全国34万的国军和警察 在各大的车站 购物中心 商场要协助民众维持社交距离 就怕再引爆第二波的大型感染 新冠疫情的大流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全球封城防疫更是这一代人 至今所经历过规模最大的一场社会实验 但疫情卷土重来 专家认为补意外 这当中英国广播公司VBC尤其点名 美国 德国 巴西 印度 恐怕是俄波疫情高度警戒国家 年轻人闷坏了 跑到海边报复性出游 美国最早解封的南部和西部 疫情因而出现反扑 佛罗里达州 亚利桑那州 新确诊数近来都频频刷新 单日新增病例急剧增加 德州的休斯顿ICU快满床 加州更是下令所有州民口罩戴起来 多处酒吧宣告关闭 而迪士尼员工们也因乐园防疫措施不够充分 群起抗疫重启计划 根据世界实施统计数据 美国目前确诊数突破263万 不幸过时人数更高达12.8万 但相较于这个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原本该是欧洲防疫模范生的德国 却也再度走回封城老路 德国几个星期来爆出多起群聚感染 地点遍及宗教场所 老人安养院 难民收容中心 肉品加工厂和学校等等 其中北莱因西法利亚邦的托尼斯加工厂内 有超过1500名的工人染病 为最严重的案例 也让目前已经有超过19万人确诊的德国 疫情雪上加霜 至于全球确诊人数第二高的巴西 总统波索纳洛试图隐瞒疫情的行径 饱受外界批评 巴西卫生部还一度停止公布 每日确诊及死亡人数 最后是在最高法院介入下才又恢复 至今确诊数依然居高不下 而印度目前疫情状况则是全球排名第四严重 确诊病例超过54万人 染疫过时人数更已经突破16万 最严重的地区就落在马哈拉什特拉省 塔米尔纳都省和新德里 这三个地方的确诊数就占了六成 尤其新德里医疗资源相当有限 在疫调上困难重重 当局绷紧神经宣布新德里的防疫行动 已经进入战时层级 欢迎新闻许方伟综合报道 新冠病毒肆虐让百业萧条 即使各国因为疫情趋缓陆续的解封了 但是全球的经济就怕是回不去了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推估 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全球的经济引擎将会只剩下九成的功力 也就是他们称之为90%的经济时代开始正式的登场了 此外呢我们接下来还得面对三个残酷的经济挑战 三个问题 第一个包括了总经的环境将会更脆弱 因为疫情可能会带来 国家随时都可能会回到封锁的一个状态 让企业接下来会很难做他们的长期规划 第二个是企业的投资也会因为没有办法做规划 而去减少他的投资 接下来创意点子也会跟着变得越来越难惨 最后是社会不公的现象也会变得很严重 今天透过节目我们要带你来看到 后疫情时代 全球经济 接下来可能要面临的种种下行风险 工厂重开 学校复课 商家再一次上课人招手 随着各国解封 你我正步入90%经济时代 最主要是10%的东西是 如果你是在社交界里面的 例如餐厅 酒店 电视剧场 最主要是人们经常开玩 所以这是一个世界 你工作的世界 最后一旦时间结束 你会立即回到你的家 最快速可以 经济学人解释 以社交距离为核心的政策 将继续影响大家的消费习惯 对于吃喝玩乐出手不在大方 即便在疫情爆发期间 不封城又不禁足的瑞典 民众花钱也明显便保守了 整个大陆国货币 最后在狙减29%下降 唐人们就够到太多了 其實是人們的狀態的選擇 他們的行動 是在形成經濟 其實比政府更多 政府告訴人們 當政府紓困退場 疫情對總體經濟的衝擊 更醒而易見 因為太多公司行號拿了急難補助 重開後依舊裁員 倒的倒 關的關 在第一季的年度 在英國的商業公司 在英國的商業公司 從90%到60% 跟大型公司 像Burger King 承認他們不能在空間餐廳 沒了租金收入 房東也就扛不起銀行貸款 一連串負面效應 直接扼殺創新機會 如果您擔心 你的客戶或客戶 或其他人 不會在賠錢 做新的投資 並不只是危險 而這種經濟代價 也會因階級不同 感受有益 很少的數目 會是經濟的職業 經濟的職業 會是經濟的職業 職業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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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職業 職業職業 我認為您可以期待職業 職業的職業職業 職業職業職業 退退加劇社會不公 可以預見 異後時代已經回不去 往常生活 歡迎收看 我們的水利山總和報導 但您來關心到中印衝突的最新狀況 已經從武裝升級 全國掀起了反中的運動 現在更衝擊到貿易的層面 印度政府不僅對三筆的中資協議 緊急喊咖 還打算僅收370項產品進口規定 降低對中國的依賴 另外也傳出了 印度的海關 現在更要針對中國貨品 實行百分之百的檢查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要刻意去拖慢整個清關的時間 根據了解 現在除了印度的公司會受到影響之外 美國的知名企業公司 包括了哪些呢 像是蘋果 戴爾斯科等等這些 科技公司 又或是福特等等的企業的相關供應鏈 也會連帶的受到無辜的衝擊 印度的反中運動 不分民間官方全面燃燒 消息傳出 現在海關對中國貨實施百分百檢查 拖慢整個清關時間 經過戴爾斯科福特等美國企業 供應鏈也連帶受到影響 以中國從中國的低質量產品 超過50%的質量控制 除此之外 印度政府正擬定更嚴格規範 針對包括化工、電子、鋼、鐵道、玩具 至少370種進口產品 確保可以在本地生產 國與國都槓上了 個別企業當然難逃衝擊 所有三個中國公司 Hengli Engineering PMI Electromobility Solutions 和Great Wall Motors 地方政府六月中才剛簽下備忘錄 22號馬上宣布凍結 影響近新台幣200億投資額 印度外交部也建議 各州別再與中國簽訂新協議 富士康日前股東大會已宣布加碼印度投資 去年印度從中國進口超過650億美元 出口卻僅166億 產生485億美元貿易逆差 搭上美中脫鉤潮流 不僅中印兩國拉開距離 企業離開中國轉進印度 已經成了大勢所趨 歡迎宣傳綜合報導 說說東協市帶您花幾分鐘的時間 了解東協國家現況 首先帶您關心疫情衝擊下 人們不到實體商店去消費了 卻反而改變了東南亞消費者的習慣 消費者改在線上購買 包括了百貨的雜物 還有生活的必需品等等 統計從疫情爆發以來 線上雜貨的銷售規模就成長了三倍 接下來帶您關心到的 也是這個新冠肺炎的衝擊迫使 新加坡一度得去延長它的學校 商場和多個工作場域的封鎖措施 也對當地的房地產市場造成了衝擊 最新新加坡的市區重建局公布了 初步的數據顯示 新國房地產在今年的第二季 創下了三年以來的最大跌幅 最後也帶您持續關心到的是 新加坡這個地方 金融時報報道 過去15年 多家的公司從新加坡交易所下市 學者把此歸咒於低流動性和低市值 統計新國交易所的掛牌企業數量 從2013年擁有776家 降到5個月份的715家 分析師對後續表示悲觀 以上是本週看見新東協的節目內容 加州同一時間我們要帶您來關心 疫情衝擊了實體經濟 為了拯救經濟的頹勢 但是多國是陸續的去施行了 貨幣寬鬆的政策 讓這個熱錢是一下子 湧入了全球的股市 可以發現到股市在近期不斷的創下新高 但是就怕實體經濟的表現 跟不上了金融市場的漲速 恐怕引爆股市的泡沫化 而這個時候 黃金就成了最大的避險標的之一 過去封黃金的國家 包括像是印度或是泰國 目前黃金在當地的買賣狀況又是如何呢 而國際金價在未來 是否還能夠維持多頭的氣勢呢 更多細節下週我們都會帶您了解 節目後也歡迎您搜尋環宇新聞網 又或是YouTube環宇新聞頻道 看見新東協節目 而我們的影片也會在網路上同時上架 歡迎您來互動留言 我是葉思敏 祝您平安順心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見 來不會看下週還 ryw一定是 animales 請見